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买了早餐 医生说 你要吃清淡的 我看到你给我买的药膏了 谢谢你啊 你吃饭了吗 什么时候回家呀 把我拉黑了 幼稚 应该快回来了吧 妈 你怎么在这儿 我特意等你的 有事上楼说 不用了 在这儿吧 怎么了 黎曼是不是回来了 江子彤说的吧 我听说 你因为这个女人 跟小黎都闹了矛盾 儿子你傻呀 你忘了三年前 她对你做了什么 妈 你就别操心了 我有分寸 如果你有分寸的话 就应该远离这个女人 不要因为她 破坏了你跟小黎的感情 否则 否则怎么样 和上次一样吗 和陆黎串通好了 把我灌醉 然后让爸 用孤子来威胁我 妈 我已经在你们的邪谱下 结婚了 你们还想怎么样 灌醉你是我的主意 跟小黎有什么关系啊 儿子 你千万不可以乱说 总之 结婚我已经妥协了 但不代表 你们能控制我一辈子 好好好 你长大了我管不了 但是儿子 你好不容易 从三年前的阴影走出来了 我真的不希望你 重蹈覆辙 更不愿意你 上了小黎的心 妈 就别操心了 走 我送你回家 不用了不用了 司机在外面等着呢 哦 还有件事我跟你说 后天呢 就是小黎 小黎 妈 你什么时候下来的 我下来挺久了 你千万不要听奕成 胡说八道 她跟我抬杠呢 我知道 不过 她说的都是实话 小黎 妈 时间不早了 早点回家休息吧 可 可你们 我没事 挺好的 放心吧 刚刚 我不知道他们是用公司威胁你 你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你知道又怎么样 如果我知道你这么不情愿 当初我就不会答应这个提议 对不起 你 这件事跟你有没关系 你当哪门子欠啊 我妈她就是想让我结婚 就算不是你 也会有别人的 如果你现在想离婚的话 我可以随时跟 跟阿姨解释 协议签的是一年 现在还不到一年呢 你怎么没有点契约精神啊 我看到你给我买的药膏了 我看到你给我买的药膏了 谢谢你啊 你吃饭了吗 什么时候回家呀 我看到你 我看到你 还没有人 妈妈干嘛 她把她吓死我 妈妈有个艰巨的任务要交给你 我不听 不行 小奈儿秋冬款报一个哟 拯交 那 我还有一个条件 睡觉 你能不能在家里公布一下 抢衣城是捡来的 都是捡来的 睡觉 大清早去哪儿了 见不着人 喂 一鸣 什么事儿 你是说那个黎曼是她的前女友 而且很可能之前还抛弃过她 虽然我不知道 他们之间到底发生了什么 但我知道 她还没有彻底放下黎曼 她这是婚内出轨 而且我昨天才知道 她是被她父母用公司威胁 才同意跟我结婚的 小琪 你说我是不是做错了呀 你这个思路就不对了 是她父母逼她的 跟你有什么关系啊 她也是这么说的 算她还有点良心 可是抛开这件事情 如果我知道她前女友还会回来 她还没有放下对方的话 那我是肯定不会跟她结婚的 现在这个婚姻对她来说 就是一道枷锁 他们分手跟你完全没有任何关系 所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 再说了 你现在跟江亦诚已经结婚了 就算那个黎曼想做什么 那她才是小三 可是 可是我们是协议结婚 那又怎么样 你们是受法律保护的 黎曼 你到底怎么了 今天垂头丧气的 一点都不像你